大家好,我是艾圓神 我今天继续带给大家4.7克洛琳德角色 圣衣物圣衣物武器 先说下角色抽取建议 克洛琳德与其他的风单主C不一样 他是偏XB档和单推人成分的 技能相当的帅 操作感十足 和克勤是一对姐妹花 同样的雷系 同样的单手剑圣衣物都可以互相借用 刷杀材料 拉板等级就行了 养成难度是偏低的 强度上来说 素质表现属于正常的五星水平 让我们回忆起了旅行的意义 回首一看 哇哦 蒙德尼悦的大吼风光 加强克勤口号的人潮又浮现在眼前 就不多说了 大家懂什么意思就行 抽一只灵命的克洛琳德 可以满足你 常驻没白到克勤 又想打计划队的需求 计划队以外 超载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配对的多样性呢 也是角色强度的一部分啊 咱要说的客观一点 避免主观先人 总结来说 如果你是冷血强度的 或者是已经有了计划队的 秉承每个元素都培养一对观念的 精打细算月卡党 那就完全不用抽 想体验这位帅姐姐玩法的 而且计划队缺一个主C 可以拿一只 深渊通关指你没问题 命座往上 六命之前提升都很小 和海哥的命座呢 差不多 你要是给草行九抽主C 在这个卡池里二选一 那还是海森是优先的 如果说克勒林德 有什么必抽的理由呢 那就是大 超级的大 真的超大 雷系里面的 的确傲视群雄 和隔壁的艾尔海森 组成最傲人 最紧拔的卡池 好扯来 我们就进入正片 克勒林德 五星雷元素单手剑战场主C角色 九十级突破加18.2%暴击率 多段的伤害主C 暴击率呢是很重要 稳定你的伤害处置 与期望处置相同 以前出的散兵千只也是同理 九十级生命值为13000 784防御力 和艾尔海森的三维练版 是差不多的 考虑到支撑技能附带生命之气 那就需要后台的奶盾 或者是守不成蛆来支持战斗 当你的配队玩法为草雷计划时 超计划伤害受角色的等级和精通影响 要点九十级最大化元素反应伤害 从一级拉到九十级 需要419本直测经验书 萌新玩家们要看看你的仓库储备够不够 普通攻击 五段连续的攻击伤害 可以看一下攻击的姿势 特别有稀释的宫廷五肩的美感 无双剑击 利二华尔茨 虽然说攻击范围五段 其实那伤害段数很多 将当克勒林德获得元素孵魔时 产生的元素反应次数就会更多 重击为普攻的第一段 加上重击本身的后续攻击 克勒林德拿出手枪 发射线弹造成伤害 单手间的重击有削刃效果 但是拿枪射子弹削刃 有那么一点点违和感 反向后座利了属于是 由于克勒林德的自身雷附魔 有一套完整的攻击倍率 所以普攻完全不用点 这样也不能和咸云阿姨体验下落了 比较可惜 异技能夜里寻视 克勒林德获得雷附魔 普通攻击时获得生命之气 施放异技能时消耗生命之气 我们一点眼来看 巡视的雷附魔 仅限于克勒林德的普通攻击 无法作用于重击和下落 实战时会一直平A 为了避免场按操作失误 巡视状态下 重击指令是禁止的 你可以放心输出 普攻的元素量为弱雷 遵循元素负责机之气 每2.5秒或3A技术 根据普攻的断数可以在147次参与元素反应 雷附魔的时间为7.5秒 CD16秒 有8.5秒的真空期 且克勒林德的天赋与命座 居没有减少CD的效果 所以声音物套装这个位置 在多数草系计划配队中必选4如雷 减少元素战绩的冷却时间 不必理会生命之气的断章套 追所谓的高伤害 不如拥有平滑的输出轴 超载队的队友 由大量的后台队友去施放技能消耗时间 并且火系的大拐半天特 大招持续时间短 仅仅12秒 此时就可以选择带4断章追伤害 一轮一轮凑齐技能CD去打 元素战绩的效果方面 根据支撑生命之气给普攻带来额外的效果 当生命之气低于100%时 Curbo Lindo的普攻会叠加生命之气 伤害倍率为这个右边的66.3% 这个效果只要你A出去就有 不管你有没有打到敌 每次普攻获得的生命之气 百分比为35%生命上限 三次攻击即可到105% 继续普攻了就不增加生命之气了 转而造成伤害更低的射击 伤害为左边的45.7% 那就有小伙伴问了 我费劲巴巴去叠这个气 怎么还降低我的攻击伤害呢 咱们继续往下看 在巡视状态下 元素战绩翼会被替换为 没有冷却时间的穿刺 你可以一直戳 非常殆劲 大师姐跑图又多一杯花里胡哨的选择 这些穿刺会根据生命之气的百分比 调整伤害数值 没有生命之气值 是伤害左边为最低的56.4% 且没有任何额外效果 有生命之气时 克洛林德会消耗支撑全部的生命之气 来提升造成的伤害和额外效果 当生命之气处于0到100之间 伤害倍率为中间的75.1% 克洛林德此次穿刺结束后 会回复一应的生命值 这个回复量还是蛮小的 实弹一般用不到 当生命值高于100时 伤害为右边的3次42.9% 分成三次的意思 就是打超进化时 元素反应消耗技术器的速度会更快 反应频率会更高 同样的就是穿刺会给克洛林德回复生命值 好 通过上述技能呢 我们就能知道他的实战方式了 开E技能之后 三次品A叠生命之气 再放E 消耗生命之气 造成穿刺的最高伤害 之后再品AA3下放E 一直这样循环 直至附魔神剑结束 等下一轮的CD 这就是克洛林德的核心手法 3A1E 在不同队伍当中呢 是一样的 可以有无脑使用 往下 这里说克洛林德的巡视期间 除了自己的E技能回血之外 其他来源的回血量的80% 会转化为生命之气 也就是说 当后台队伍有持续的奶妈 叠生命之气的速度会加快 我们自己叠生命之气的方式是普攻 当队伍给一口奶 就能让我们少普攻一次 这样3A1E的方式就变成2A1E 少A一下就能打出最高伤害的穿刺 提高整体的循环伤害 你就记得 队伍没奶用3A1E 有持续奶就用2A1E 能听明白吧 好 咱们接着往下说 穿刺伤害的元素量为弱雷 遵循元素普罗计视器 每哈列5秒或3A技术 和异竞能期间的普攻 是分开计算的 7变5秒的时间内 我们可以打出5组3A1E 或者是7组2A1E 产生的超介化次数分别为10次和12次 同样的 产球方面也是分开的 通过一种方式造成伤害 每2.5秒之多产一颗雷元素球 7.5秒内共6颗球 回复18点元素能量 加上双雷共鸣和负C产球 克洛林德完全不用担心充能问题 不需要充能词条 即可完成循环 元素战绩的最后一条 封丹人的慌芒属性 克洛林德一技能附魔的普攻命中 会产生荒性能量 可以迅速破芒属性的盾 一技能是输出核心 你能给皇冠就给皇冠 至少点到9 元素爆发Q 克洛林德获得一定的生命之气 然后造成大数字的雷元素伤害 大招的动画非常帅 从预演处闪现过来给一个特喜 古兰雷系大姐姐就没有一个拉垮的 从开服到现在全是颜值的担当 大招的伤害也有说5段 遵循元素附输机之气 花点5秒或3A技术 在14段参与元素反应 大招的伤害在低命损得不高 但是你得至少点到7 为什么呢 7级的大招给你102%的生命之气 刚好够一次最高伤害穿刺所消耗的100 Q完之后 接两下E 再平A叠 可以多一段穿刺伤害 那7级的技能是要消耗作本材料的 支援不够的小伙伴呢 记得先点一级大招 然后呢你再去点元素战绩 天赋1 队友触发雷元素相关反应时 基于克洛琳德的攻击力 增加E技能附魔的普攻和大招伤害 最多在克洛琳德3000功能力时 提升1800的基础伤害 这个是加在基础卑率区的 前置条件为触发雷元素反应 和龙王那不一样啊 龙王需要不同种类的反应 一个反应的只能加一次 这个是只要你有雷元素反应就行啊 可以重复计算 计划队有飞谢尔当负C 这个天赋可以轻松吃到 但是吃满呢 有点难 草队的攻击力拐几乎都没有啊 1800的数值 差不多是到1200左右 除非你带的是 副死条攻击的武器 超载队有班尼特 可以随便吃到最高加成 天赋2 获得生病之气之后 生病之气的数值超过100 或者是生病之气 高于110 消耗生病之气 给克洛琳德加10%爆击 最多两次获得20% 实战当中呢 就有无脑出发啊 你不用刻意去记 这个天赋呢 可以给你缓解生意物的压力 灵感来源于克勤 克勤加15 克洛琳德加20 7月10是比长度角色高 那就刀你也是个限定五星了 接着来看命作 一命 一技能实践期间 克洛琳德的普攻 额外造成两次雷元素伤害 这个有1.2秒的冷却 它是给你加伤害和元素反应频率的 这里写四维普通攻击 就意味着不是独立附阻 是加速普攻附魔激出其速度的 一次一技能期间增加7次超级化次数 根据手法的自然失误和闪并影响 有可能多一次 也有可能少一次 二命 天赋2的基础伤害提升 同时给一个抗打断 抗打断系数和行出的元件相同 为0.3 大宝的普通攻击可以扛 但是重疾拍地板就扛不住了 三五命夹EQ等级 四命根据生命之气提升大刀伤害 开大刀之前呢 会给你一个生命之气的数值 一段大数字的爆发 这个时候就要点满了你的大刀等级了 吃最高加成 六命 开暗疫之后 给经典的10%暴击和70%暴伤 往下 当克洛林的即将受到攻击 或释放最高伤害的穿刺时 造成一次协同攻击 倍率为200%的攻击力 为独立附阻 元素量为弱 每秒触发一次 诸多6次 继续给你夹伤害的 好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还是很正常的 没有什么出类拔萃的底 接着往下 巡视状态下 克洛林德受到的伤害降低80% 继续获得抗打断 在巡视结束 或者是60协同之后 结果效果就会被移除 这是相当逆天的属性 什么意思呢 六命的克洛林德 加勤秋北斗勤妈 三选一带一个 就是免伤的状态 抗打断呢 与霸体是相同的 别人打你 还有额外的触发协同攻击 属于是买了金生 就买了凡甲 凡甲还吃双爆架成 哎呀 这个丰丹的角色命座 是真的有意思 简直是不能用言语来形容了 总结一下 克洛林德的关键命座 零命和六命 六命以前 均为数值命座 越法党均不推荐抽取 想充满命 但是原始不够的 优先考虑四命这个位置 带来提升最有性价比 满命的克洛林德 在所有满命组赛当中 是比较有话语权的 一个是帅 一个是伤害呢 他确实还可以 然后来看配队和实战 雷系的雷伤主谁 有两条路线 激化和超载 激化队 索死附赛飞谢尔 带来的后台伤害呢 相当大 要不克勤的队伍都说克皇队呢 所以说皇女的关键性 不言而喻 后面两个位置 批换万叶加草息的生存位 白族 起凉凉 摇摇都可以 后发出发 纳西达 带四座金坡入队 加上你的手法啊 也是可以的 克洛林德呢 有不断的位移 生存压力 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大 或者说 带上负赛的纳西达 加上综尼莱耶拉 等等顿斧 满面的克洛林德 生存位 可以选择带北斗 或行秋 载上一个六命琴 化身无敌战史 根据你的配队 自行选择 激战队呢 不建议玩 一个是克洛林德的 技能杀伊朗CD的 你想要续长挂雷 品瑞必戴四儒雷 本身的精通又少 没有精通转增伤 你的种子伤害就低 硬要玩基战呢 建议带 福福纳西达 白儒这三个 这样有职伤 有种子 另一种超载队 克洛林德 夏沃雷 班天侧 这三个人呢 先锁一下 班班是给你 大当勾登力的 给天赋1吃满 提升相当大 4号位的雷富C 可以选黄女 火富C 可以选香菱 他伤害队高 偏生存一点的呢 可以带北斗 托马 迪基亚这种 但是超载队呢 实在有一点点小思路 如果选后台火谁相邻这种 除了克洛林德 没有人先手挂雷 触发超载 持夏沃雷的天赋 你得先放E A一下减抗 再开大 选雷富C的话 菲谢尔 灵命的 克洛林德 没有康拿断 一个是很容易被绝飞 需要边打边注意闪避 另一个是 你没有后台火 去触发超载 四儒雷的减CD 低效果就吃不到 就得换别的生意物套装 或者等纳塔出新角色 反正纳塔也不远了 还有超载反应呢 队群环境会一直崩怪 一边崩 一边追 班尼特载后面喊 我来保护大家 回头一看 大家人呢 从深渊的一边 穿到另一边了 实际呢 就是情况 超载队呢 建议对单情况用 队群呢 就和雷国一样 蛮痛苦的 那激化和超载 怎么选择呢 建议低命打激化 高命打超载 那我们来看一下实战 分别展示两个队伍的 靠娘 定之鸭 客机 丰富于遗袭 以及 请致风于之天堂 设律邪魔 预备 聚业换线 最后通敌 必要无人 我来保护大家 动车 动车 会灭 竹虐虐虐虐虐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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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 标 没 要 要 它会增加 减CD的效果呢 它也是增加的 异性能结束后 会立即刷新CD 不会有真空期 当然我刚说了 没有后台火的超载罪 你就不能带四猪雷了 可以选生命之气的四段章 两件套加18%攻击 四件套生命之气变化时 提升48%造成伤害 其他的套装呢 均有推荐 如雷是改变角色机制的 不能替代 声音物的主持条 攻击杀雷伤杯 暴击暴伤头 没有好的雷伤杯 也可以暂时用攻击杯替代 科洛琳德呢 是很吃攻击力的这个角色 杀漏这个位置 不能用精通杀 比攻击杀的伤害 要少20% 很夸张 队伍当中没有班基特 且带高白值的武器时 头这个位置可以选攻击头 然后下面的双帽词条呢 你要拉满 武器方面 科洛琳德是一个 很吃攻击力的角色 这一天会带暴击 所以我们优先选择 高白值的 副词条攻击 或暴伤的武器 首选专武射罪 674攻击 44.1爆伤 特效给20%爆伤 和48%增伤 由于生命之气 效果要叠 你得开E A两下开大 才能吃满 改变一下手法 砖5直下 物切之回光 674的攻击 44.1的爆伤 特效加元素伤害 物切和砖5的差距 在8%以内相当不错 有乐欲连切 542攻击 88.2爆伤 特效给普攻 和元素战机伤害增伤 左锋之刃 608攻击 49.6攻击 特效在攻击 命中时加攻力力 队伍有延细角色 钟离 当深藤卫出发武器的 额外特效时 这两码武器的伤害 接近于物切 波乱 月白晶晶 608攻击 33.1爆伤 特效给元素增伤 和普攻增伤 是波乱 最接近物切的一次 难得在全效果弃合 锋单 锻造四星 金武的 海渊中取 565攻击 27.6攻击 特效给攻击力 和生命之气 生命之气消失时 继续给攻击力 相当的契合 金武的 霞里龙银 510攻击 41.3攻击力 特效对被挂火 或者挂雷的敌人 造成伤害提升36% 往下是 绿剑 净水 柴叶等等 白石低 特效又不契合的武器 黎明神剑的话呢 白石太低啊 伤害非常拉垮 不见一带 所以克洛林德呢 还是比较好养的 带一些四星上去呢 就很能打 最后的面板 爆伤 副字条的武器 专武物企业这种 2000攻击 70爆击 240爆伤 攻击副字条的武器 2600的攻击 70爆击 195爆伤 爆击副字条的武器 2000的攻击 80爆击 250的爆伤 充门此条呢 不用考虑 可以歪10% 应对任何环境 如果你是满面的克洛林德 那你就尽量 去追攻击力就行了 好 那么 克洛林德的内容就讲完了 角色大体上呢 是令人满意的 喜欢的小伙伴呢 可以放行愁 你不要去和龙王普瑞那种比 咱能舒服的打神渊 够玩就行 比来比去 没什么意思 拜拜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